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FED 昨天公布了7月份的会议记录 里面有4个字非常值得关注 叫做过度升息的风险 为什么鲍尔会觉得有过度升息的风险呢 但是这样讲完 昨天美股四大指数还是下跌的 台股今天就不一样咯 台股虽然大盘指数下跌 可是中小型股活蹦乱跳 如果您是台股投资人 今天心情应该还不错咯 好久违的三个多月没有来的老王 今天来到现场咯 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来 因为上次老王提到 台股站上季限才能做多 站上季限三天之后 老王不请自来咯 好老王今天会带来非常精辟的解说 首先怎么解读联准会的谈话和记录呢 第二呢台股现在说真的是技术面当道 你看基本面你不太敢动作 但是技术面其实超级多强势豪股哦 高档低档都有得挑 今天来教大家挑了 另外呢四川限电之后 重庆也要限电11天哦 这一次到底跟去年的能耗双控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今天世俊来到现场会帮大家分享了 这一次的重庆限电四川限电 对台商的伤害事实上会比能耗双控小很多哦 甚至是伤到对岸 但不一定伤到台商 嗯到底这中间的玄机是什么哦 另外世俊会分享 投信最近真的哦 投信我大哥啊 强者啊 一直连买 买得我们中小型股不停的往上走 但是要分了哦 有的投信做很短哦 有的投信会持续任养 今天来教大家分辨 长期任养的股票 我们跟台安全哦 好首先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重信限电回档 但是今天 投资人不见得觉得有回档哦 因为今天中小型股很好啊 大部分甚至那种跌生的 很多IT设计 今天甚至都拉到快涨停板哦 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其实很多投资人的风险仪式 这段时间拉得很高 跟你刚好相反 之前很多人都在想说 抢反弹抢到今天要下车 就今天老王来了 太早下车了 老王来开车了 对 接放开车 一句黄笑话 台股就在季线混了三个月 终于现在大家从来希望了 是 到底要上车下车 所以如果台股在季线上 你会天天来吗 嘿嘿 天天来会有点累哦 哈哈哈哈 好 他写了什么呢 写了什么呢 直接帮大家简单讲啊 他上面写到 首度承认过度升息风险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 他联主会在这个会议记录 他们表示出来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认为经济已经开始在放缓了 学者在放缓哦 所以他们认为在某一个时间点哦 我们必须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政策 而且我们要适度的放缓升息 你要仔细看哦 联主会在里面强调 其实我呼应上次拜登的谈话 你大家记不记得拜登上次哦 把这个经济衰退的锅哦 甩锅给联主会 他们说从我上任以来 经济成数据都很好 那为什么经济衰退呢 就是因为联主会 你升息的政策 是不是 结果联主会这个会议记录 他们讨论的过程就说了 其实哦 你现在看到这个现象哦 经济放缓的这些现象 是特色 就是我们在紧缩这个资金的正常特色 所以这个政策没有错 他就把锅再丢回去给拜登 那你们看到他里面告诉你什么 他说这个政策没有错 没有错的情况下 请问这个政策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 会 而且他里面还写到哦 好的政策就这个政策没有错 而且这个政策必须实行一段期间 你才会看到通膨的往下 所以我们白话我们讲回来 就是这个政策还会延续 我就直接跟你讲 也就是升息的循环哦 还没有结束 所以华尔街听到这样就哦 大家原本在预期 那可能要开始 我要算什么时候升息要结束了 甚至放缓 大家一听 好像升息还在持续哦 那联主委会这个会议里面 还讲到一个重点哦 他讲到什么 我接下来看的数据啊 就是通膨的数据 有没有降下来 所以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我们如果要关心这个联主委会 在9月份要不要升息的话 2码或3码 通膨CPI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哦 那我这边要顺便跟观众讲一下 两个礼拜前公布那个 飞龙就业人口的数据哦 很棒哦 吓死人对不对 超好的 可是我告诉你哦 在这份会议记录 他告诉大家什么 他们在讨论7月份他在讨论哦 对 他们认为 刚才讲了啊 赵华我们这个新闻已经写了 联主委会已经认为 经济有放缓的趋势了 对 他们承认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们认为啊 现在看到很好的这些 就业数据哦 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哦 即便接下来 我们在下一次的联主委会 这个FOMC之前 还会有一次公布飞龙的机会 还会有一次公布 CPI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 飞龙不重要 以这份会议透露的情况是这样 他们联主委的官员认为 就因为这个数据的漂亮 其实没有反映出 经济已经在衰退 所以我认为CPI是重点 好 那我们就直求对决了 老王你要清官断家务事 男人要不要认错 来啦 男人认错是对的吗 我就还没有看错 是要认错什么啦 来啦 各位 我们要讲直接讲结论嘛 那董哥你都说了 因为这个CPI的高低 会影响接下来 联主委会的升息与否嘛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自己个人看法 我跟你讲我们不是乱拆的 不是去妈祖庭要拔杯两码还是三码 要不要一句话 对要不要一句话 只有两码啦 好为什么两码 来 你可以看这个最近上个礼拜才公布这个 这个PPI PPI是什么 大家CPI都要知道 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那如果是PPI呢 就是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它其实就是反映工厂端 你把它想成制造端的物价就好了 好 那这个PPI指数 因为它是工厂端制造端嘛 如果这个PPI一直拉高的话 代表参品越来越贵 其实它们会把这个产品的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那就会造成终端的通膨就上升 是 所以CPI就 你看这一段期间 PPI一路往上飙 那通膨有没有跟着往上冲 有 因为它把上游的这些生产者 都把这个成本转到下面去了 可是你看到最近的 尤其刚公布的这个PPI 是往下掉的 而且掉到这几个月新低 所以从这个数据你可以发现 上游的这个价格开始往下跑了 自然终端的这个价格 要往上升就比较难 所以我个人认为 CPI在接下来要公布这个8月份 还是会维持一个下向的一个走势 但是要 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 虽然是下降 但它不会降得太多 因为你刚才赵华也提到 就业数据实在是太好了 尤其我们看到就业数据里面的工资 一路涨 因为代表一个现象 就代表 美国企业正在花很多钱留人 一直花很多钱 那当这些人 劳动人口拿到很多薪资之后 他会怎么办 他就有钱去付更多的房租 我既然工资多加薪了 我就可以租更大的房子 所以房租这个项目也跟着降不下来 那就造成的CPI这个数字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房租 上个月我们看到CPI是降下来的 可是房租这个部分 还在飙 那车市也是 新车还是要往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如果你去买车 车都要等很久 今天的断念 因为这个恶务战争还是有影响 所以这几个情况 尤其是住房成本的问题 包括这个租房子 我认为都会让通膨 比较难大幅的下降 但是会下降 那在有下降的一个趋势的产生 虽然没有掉很多 可是经济已经在所衰退了 我觉得联准会 不会贸然去激进升息三马 这就是我的看法 等于你的看法 还是中性偏多喔 因为联准会 不可能贸然升三马 那如果真的升三马 你要怎么负责呢 我就来现场表演五马 这可以播马 对对对 好 大家不要担心 9月的话 老王就会来证实 他预测的两马准不准 没有两马就有五马囉 太棒了 但是我相信现在的投资人 都有一个感受 不管美股台股都一样 基本面我们看到很多公司 预测的财测 财报都很烂 可是很烂也不跌 反而还逆势涨上去 这个时候很多人 我们在讲乐观的时候 好多观众留言 你们不要盲目乐观喔 接下来景气会给你回马腔 会大跌 不晓得老王怎么看呢 照我讲一个重点 这个就是现在已经出现了 基本面跟技术面脱钩 背离咯 不同步 也可以这样讲 你刚才说这个美股的 美股的产业也很好 美股的我们才看到 超微出来挑战猜测 美光出来挑战猜测 也没有很好嘛 可是你可以看看 道琼长这样 对 那你也可以看看 好强好强 好强对不对 那你也看看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肺半长这样 肺半就弱一点点 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这一波也涨了很多 很像M头怎么高 很像M头 对 为什么会像M头 主要就是它这个前高压力没突破 前高压力我们讲很多次了 这个大家有学技术分析都知道 有很多的集体共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过不去 所以未来 我们如果还要期待台股 继续再往上拉一波大涨 当然是联动性跟我们比较高的肺半要跟上 那肺半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观察它能不能什么时候来个前高压力突破 那台股就会有更强的涨势 那可能很多人会担心 对 肺半这样像你讲了好像是个头 对啊 你如果这样看 感觉是个头 可是如果你把它加了一个两条均线 月季均线来看 好像又一边底了 好像又底部震荡准备往上涨了 股票就是这么神奇 是 纯粹看你怎么角度 所以我们可以说肺半短线涨多 做一个回档 可是在长线的角度你看哦 月季均线跟季均线都还守住哦 那基本上长期均线没有跌破 短期就拉回震荡 守住这两个关键的支撑的话 还是有机会再往上的 如果这两个跌破的话 那就比较担心 可是目前还没看到 所以不用太过紧张了 这样 可是台股到底现在是跟道琼 还是跟肺半吗 之前一直都说台股 因为是半导体王国 所以都是跟肺半 但是最近的走势还蛮强势的 没有像肺半回那么多 对 主要你要分开来看 大盘的部分 还是有跟着肺半在走 像你看 昨天肺半跌最重 我们今天大盘还是有回档 毕竟我们很多大型的 一咪咪而已 因为我们有 令人尊重的政府 国安基金 对不对 我这样有没有加值 还没走吗 还在里面就是 对 所以非常棒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还是很强 但是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也是打痕震荡了 在基因上面做震荡 我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发现 这里这个礼拜一 有个多方缺口 今天虽然跌破了 稍微跌破五日 但这里有个多方缺口 另外这里还有十日均线 所以等于一个多方缺口 加十日均线 这里还一条基均线 等于这里有三个支撑 在这个地方 只要守得住的话 我认为基均线 都还可以持续站稳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 基均线 我请大家 党它把三个短期均线 短期的支撑给跌破 包括基均线跌破的时候 你再做个减码 再稍微保守一点就好 但是不是这样出清 因为多头趋势没改变 你看这一路 包括我们当时的佩洛西事件 台股都守住了哪里 守住了月均线 所以长线来看 只要月均线可以守住 基本上你在台股里面 都是可以做多的 峰回都站在买方 只是短线的回档的深于浅 请你关注短线的这三个支撑 这样OK吗 好 而且今天看起来的话 内资的力量 好像比外资强 对不对 真的很棒耶 这一道会不会被剪 来啦 请看 内资有多强 这叫贵买指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大盘指数 各位可以简单的对比 很显然 强弱有差 常蛮多的嘛 贵买是涨了非常多 那其实这是很多投资人 喜欢看到的事情 投资人反而不喜欢看到 大盘一直涨 贵买上一堆跌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期间就会讲 你做多股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你要好好选股 等一下会教大家 那你要观察你手上的股票 幸福指数 能不能继续往上 你就观察贵买 能不能守住五日均线就好了 就这样 要守那么短的均吗 不能看十日均吗 这十日均线有点远了啦 因为 趁十日均线 因为它集中在这里 趋势的观察 那短线就看五日 那如果是刚才的这个大盘 我也讲了 大盘的短线的话 就是看缺口十日均线 跟这一个季均线 它比较密集的位置 这样两个地方 来做不同的观察 基本上这个 只要守住五日均线 你在持股上面的操作 都不用太过担心 好有一个投资人的心态 很需要老王 再一次帮大家解说 因为你说站上季线才能做多嘛 可是站上季线 离底部涨了1500点 然后很多强势股 创新高越看越害怕 没有抄底成功啊 可是以你技术分析的观念来说 反而强势股是最不需要害怕的 站上季线做多说实在是去玩笑话啦 如果你等到 你过去一段行情 基本上你看到国安基金进场 就差不多了啦 但是如果说站上季线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的话 站上季线到底可不可以买股票 是站上季线就要找人了 是不是站上季线你涨多了 对应该是这样问嘛 这样的话你就想太多了嘛 因为你看美股啊 刚才那些美股那些图啊 全部哦 道琼 费办 都是在站上季线的时候紧喷耶 那我们台股难道没有机会吗 所以你要有信心嘛 可是这个地方 难度选股比较高 因为你要想哦 从越军线 国安基金进场 然后到这边 也其实涨了一大段了 那我们接下来什么选股 你要锁定现在盘面上 三个热门 三个重要的一个选股逻辑 第一个 最近我们发现很多 小型的题材股乱窜 中小型股也有题材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8月14号 才刚刚完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全部公布完了 下一次要再公布第三季财报 还要好几个月之后 所以这段叫做财报空窗期 所以这段的期间的选股 就像刚才赵华提到了 其实你不要看基本面 你就是 你就是比较重视题材就好 你不要去在意它 到底营收有多差 到底获利有多差 都不重要 那老板有没有说谎 要不要注意呢 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时期反而是老板 越会讲越棒 通常是这样 因为反正你看不到财报嘛 那你从这样的思考去逻辑 所以你会了解说 现在的盘面上就是题材在发酵 比如说 我举例啊 不是叫你们去买这些股票 我举例你可以朝这个方向 你看 东哥游艇在长什么 长老王可以买游艇 我们买不起 不是 不是这样 他在长一个概念 讲说有钱人 虽然我们说今天 这个经济在消退 那经济在衰退 那通膨很高 那很多人呢 就要省吃解用 可是其实对于很有钱的人来说 富豪啊 对 他根本没差的 他奢侈品照买 他什么都皮包包包鞋子照买 游艇也是不好的标配嘛 所以东哥游艇就长得那么凶 所以你可以往一些 这所谓的不同消费 你不要去找那种一般会消费的 你去找那种高端消费的 其实他这个表现相当不错 像是高老夫球啊 高老夫球最近最近 也是非常强势哦 大概就这样逻辑 不是叫去买它 告诉你这个逻辑 这是题材 题材面还有这种的 好 新药加新药 我们知道电子的产业 基本上是往下嘛 怎么样的时候 你生命要不要看医生 有嘛 那美食的重点就在于 他有一款的这个 血癌的用药 在今年 在这个季 就是第三季 就这一季 要到美国去了 而且已经取得了这个 输入的认可了 那根据他们法说会讲的 很有可能这一次的货 是一次任劣 所以会不会 因为一次任劣的情况 就有机会让营收 一次表现得很好 甚至有翻转整个营域的可能 所以市场在期待 这个题材的利多 这个利多发生了没有 还没 所以它属于一个题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股价就强涨 那操作这种题材股 各位你要掌握什么重点 我就讲了 就是题材嘛 题材的就要看 有没有人在里面玩啊 所以 这种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刚才东哥游艇 还有这个美食 你仔细看 都是有爆量的情况 爆量的话 代表它能够继续涨 所以你要操作这类的题材 有量 你可以积极一点 没有量 量缩的时候 你看像这里 你反而就要稍微保守一点 这样吗 以量有没有去滚上来 作为你进出的一个判断 这是主要题材股的选择 不只是美食啦 很多生机股器最近都很强 都是在一个题材上面 做一个焦点的聚焦 这样 这个是题材股的部分 另外你可以 还有两大面 主要你现在选股分成三大面 第一个是题材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先问大家一个事情 原太为什么有个创历史新高 他也是题材啊 只是他题材已经讲两年了 他还是题材 人家还是有业绩 我再讲一次 刚才讲的那些题材 他们不是没有业绩 是他们本来就有业绩 可是这时候题材又更棒 是这样的概念 不是说人家基本面子 那不是 那原太也是一样 人家基本面子很好 还不错啦 本意比很高 但是现在题材更好 但其实不是长题材 他们长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来啦 谁在买 大哥来了 投信我们多的嘛 对 投信从7月底 就一路慢慢买到这里 股价创新高 不是很合理嘛 那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这还是有逻辑的 我们都知道投信的基金上半年 有多产就有多产 高持股没办法 不堪 不好意思在看它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经纪人 也快 之后也快年底了 大家为他自己的位置 做保卫站 因为如果经销不好 搞不好就换人啊 听说换一批雷 搞不好还要再走路嘛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 人拉尽量拉嘛 我就问你啊 元泰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历史新高 对 他放历史新高了 那这一群任养的 包括之前有套牢的投信 请问是赚钱赔钱 全部赚钱 怎么可能赔钱嘛 他只要抱着就赚钱嘛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去找 投信最近在买超的股票 对 连续做买超的 当然股价不要大涨最好 就是刚开始起涨这种的 投信就会想办法帮你抬轿 你就可以坐在轿上 让投信抬轿 好 第一个我们讲题材 对 第二个呢 投信 很好有认真上课 第三个呢 跌身反弹的族群 跌身反弹不见得有业绩 不见得有题材 但是它就是会长 我照法问你啊 过去七个多月 跌缀身是哪个族群 面板啊 还有 IC设计啊 半导体嘛 包括很多金元代工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礼拜 跌缀身的都在反弹 那你说跌身怎么 基本面怎么 这样的股票怎么可能反弹 你就来看 这叫天狱 天狱在公布第二季的获利 最后是4.04 上半年还好啦 还有获利啦 但是 但是在对照第一季是8块 等于腰斩了 那你看敦泰 这个3.57 跳到第二季只剩0.44 有有有第三季不知道会怎样 他们都是跟面板的产业一起往下嘛 当初他们也是跟面板的产业跟着往上嘛 这面板驱动IC的部分 你看到这样基本面 你可能完全 不敢碰 不敢碰 甚至没有想到他们会怎样 来 哎呦他快填席耶 对而且这种股票快填席耶 你如果看到你的获利 你会吓到喔 这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说他们获利掉成这样 股价都可以大涨了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 什么股票跌身不会反弹 哦 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他们一讲多我不是叫你追啦 我今天主要来都讲概念啦 我们看一个 天宇这个就是概念啦 跌身反弹没什么道理啦 当然天宇有搭上说 他有接到什么元泰的单 今天鸡犬升天 但最主要还是跌身反弹啦 因为你看他从293块这样 293到103了 给他弹个一点点就在这一命 所以93还不是最高 上面还有 这样过分嘛 人可以说过分嘛 不过分嘛 我再讲一个 今天的热门股嘛 其实这个礼拜热门股就是他 资源跌得不够深吗 这边呢今年3月还有300块 对 现在只是143 那也是投信做的啊 对嘛 所以其实你掌握这几个题材就好 投信买超 然后跌身的股票 那我现在要教大家了 好 董哥这涨很多了嘛 对 那我今天只是要教你怎么去找股票嘛 我不是教你去追资源 所以我教你怎么找 你可以找这种跌身的股票 对 像资源的发动点就在这一根 突破跃均线的时候 跃均线 只要跌身的股票可以突破跃均线 我认为他都有机会往上反弹 包括前几天很强的那个IC载版的南店 你回去看 他也是在上个礼拜就站上跃均线 然后出现做反弹 你看资源这边有突破跃均线喔 他就出现一根 那甚至两三天的反弹 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重点喔 你知道他们IC设计的基本面 其实没有反转嘛 整个这个半导铁部分 还是经济情况还是要往下 产业需求还是要往下 所以你来操作他 你要记得你就是短线 那短线怎么看呢 你从跃均线切入 你的出厂就是从跃均线离开 也就是说不管未来资源怎么走 哪天他跌破跃均线 就是你要离场的训统 就是你抢反弹就结束了喔 我再讲一档股票 这个叫创围也是一样 跌了升不升 也是获利衰退非常多 这个也是跟赵华讲的 这个上面还有高点 这半三腰而已 可是半三腰就跌很多了啦 那你说他站上跃均线之后 只要未来可以持续守住跃均线 当然有机会继续往跃均线来反弹 你可以看到这一块 他还是在跃均线之后 都会出现一个稍微的停顿 只是因为当时台股真的很弱 所以他们停顿的时间很短 就再往下跌了 可是这一波就像刚才讲 我们好不容易站上基金线了 那我们还有国安基金的支持 所以如果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 守住跃均线的机会久一点 那你就按照这样的观察喔 未来你可以找IC设计 也不只是IC设计 很多的跌升电子股 只要他可以重新站回了跃均线 你就可以沿着跃均线去操作 那你的抢反弹周期就是 从跃均线进场 然后从跃均线离开 这样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抢反弹周期 好那再多问一个 因为他越季均线都往下弯 这个需要加入考虑吗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 你在越军线买了 上面是季均线 我们都会期待反弹到基金线 像资源均到基金线 来做个减码 比如说我可以卖个三分之一 不要做很长波段就对了 不要不要做很 因为接下来还是要 还是有营收到崩布 但是一步一步来 就是你有赚抢反弹来赚 如果说你想要抱长一点的 你去找那种站上所有均线的 那个多头趋势的 那个比较可以抱长一点 像很多的网通族群啊 就是比较属于这种多头排列的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好董哥一来棚内就很热闹 他有提醒大家 昨天晚上联准会的利率决策的记录 其实是中性偏多 现在三个面向咯 第一个就是强势股 第二个投信加持 第三个就是再怎么样 跌升都会反弹 业绩再烂都会反弹 只是反弹到季均线 大家要留意不要做太长 那当然广告回来 我们最近最流行的就是 投信我大哥啊 到底要怎么跟对投信呢 另外重庆限电11天 真的对台商没有影响吗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广告回来 世俊分析给你听哦 好这一波反弹 真的是遇小不易 即使遇到了四川重庆的限电令 台股也不为所动 跟去年我们遇到这个能耗双控 好像感觉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对台股 其实有造成一定的冲击哦 台商也有受到一些影响 再加上上海封城哦 所以这边要来请教世俊了 现在台股是不是有点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哦 很多的利空一直来 不管财报的利空 甚至美股有升息的压力 通膨的压力 加上现在四川重庆接连限电 台股不动如山就是不动如山 这中间背后 我们到底要注意的问题在哪里 会不会真的就是对台厂没有那么大伤害这其一哦 其二是投信最近一直买 已经40连买 创下史上最长买超纪录哦 我们可以这样继续跟着投信做吗 会不会被他们反到货呢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四川限电的部分 那大家会害怕说 会不会跟之前的能耗双控 对台股影响很深 那我从几个 第一个我们从这个产业的库存来看 跟第二个这个地理环境都不太一样哦 所以我觉得受害程度可能不会这么大 好那这次为什么会限电我们先看一下 2022这一次哦 四川限电 这次主要原因哦 是因为太热了 这太热了 那时候现在在四川那边哦 那个唐江三角洲那边哦 这个天气可能都到40度 所以因为天气太热了又没有下雨 所以造成这个水力发电的比率下降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限电 所以限电 所以你看一下哦 上次在2021人号双控哦 那时候是因为缺煤的关系哦 所以导致了缺电 那大概火力发电占了中国哦 发电70% 所以那次影响比较深 那这一次是为什么 是因为缺水嘛 缺水没有下雨缺水 所以导致了缺电 那水力发电大概占中国发电16% 好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 对其实还好那如果说 就历史经验来看哦 假如说水力发电往下 好那火力发电它就会往上 补上 都会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短时间的影响 嗯 再来看订单状况 好那其实四川是这个 台湾的笔电 重镇 重镇 重镇对但是说 目前的话 景气好像没有这么好 对 所以库存疑虑其实蛮高的嘛 我们先看一下上次 2021人号双控 是去年的9月底到1月嘛 那时候的库存状况啊 是中偏高 但现在哦 现在其实各大厂都跟你说 它的库存超高嘛 对 所以现在库存状况很高 那订单状况呢 现在有没有很多订单 好像没有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个资料 新订单 在去年的人号双控 大概中间啊 积压订单很高 但这一次呢 有没有新订单 不多 很低 积压订单也相当的低 所以我估计啊 上次的影响时间比较长 这一次的影响时间 应该是比较短 那我说这种 导致缺水 导致的缺电 我觉得影响是有限的 搞不好 来一场雨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所以影响不会太大 而且现在真的很极端气候 其实大陆很多地方 还发生了洪灾 对 没错 结果有地方缺水 有地方烘在 对 那我用这张图 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订单增加 目前是疲软 所以我觉得限电打击有限 搞不好还可以稍微 抵消一下库存 好来 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喔 中国制造业P&I 这个是积压订单 去年人号双控的时候 它积压订单大概在百分 大概44点到45点 算蛮高的嘛 可是你到看它目前 从今年的 差不多4月开始 就急速往下掉 目前的积压订单 不多嘛 目前来看才42.5而已 好 再来看 这个是积压订单部分 再来我们看这个 P&I的新订单指数 新订单指数 你看去年人号双控期间 大概在48到50 算高喔 那你看目前来看 也是大概从4月开始 这个新订单就开始往下 所以没有那么多新订单 那积压订单也不多 所以说各大厂商都有库存 所以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 好 因为订单不好 所以影响不大 就好像现在不忙 然后开始放假 影响没那么大 而且重点在 它的期间应该不会像去年拖这么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重点 对 那其实说要看个别厂商 就是要看派研究员去探访一下 但我觉得说影响不会太大 那我们再看一下说哪些厂商 影响哪些台资企业 首先重庆主要的台资企业 对 我们从科技业来看 大概就是一些笔电重症 像广达旗下的嘛 音业达 合作旗下的 叙塑 伟创 宏基 华硕 人保 大部分都是这些笔电大厂 那这些笔电大厂 本来就是跟大家讲说库存很多 那其实利空该反应的也反应的 你看这次这个利空消息出来 他们股价也没有跌啊 跌一天 跌对跌一天天 就跟那种法说会告诉你坏消息 都反应一天而已 反应一天 但是反应并没有非常的大 那其实刚老王也讲嘛 我上次跟他来是好像很久以前 刚好也就是三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 那时候是季线以下 那这次真的是 他说季线以上才可以买股票嘛 那这次真的是 冲到季线以上 可是要怎么买 对不对 要怎么买 因为你知道吗 像投信在多投时期 真的很厉害 对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大家可以跟 可是你看空投时期 他们有多惨就有多惨 对 那现在又可以恢复相信他们吗 我发现他们的惯性 有一点点改变了 对 惯性为什么有点改变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好 我们去看一下 最近投信的买卖套 拉出来看 诶 怎么都是台积电啊 台达电啊 人保啊 安全牌 对 安全牌 看起来好像是国安基金在买 对不对 其实不是啊 主要是 散户就是投资人 我们去申购一些ETF 对 我们一直在申购啊 是的 所以说他们就去买这些成分股 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 截至礼拜二为止 这个报纸帮大家整理出来的标的 你看这个台积电 台达电 买超金额 他用买超金额来排行 台积电最多嘛 台达电 然后智邦 广达 远传 台湾大 中华电 可乘 远中心 大连大 有没有一个是中小型股的标股 而且这些看得出来很集中 一定大家去买什么高股息 对 半导体ETF 事实上就是这样 对 那以我们以往的观念来看 我们要买投信任养股 那种股本小的 然后会标的 对 所以这个叫什么 投信真心想买的股票 那些是被散户逼着上两端 可是我们救了他们 对 我们救了 我们救了投信 投资人 救了整个台股的行情 把台股买起来 对不对 外资一直卖 但是投信一直买 已经连40买了 500多亿了 快600亿了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挑 我给大家四个条件 好 我筛出来的 用数据筛出来 第一个 一定要投信最近10天买超超过千张 是 这一定要的条件 他至少要买超过1000张 第二个 前7月累积营收正成涨 那营收一定要是正成涨 再来 技术面 我觉得现在技术面有王道 技术面有王道 刚刚老王也讲到 昨天的朱老师应该有提到 没错 朱老师也说不预设高点 对 不预设高点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条件 就是5日 10日月线多头排列 他可以选到一些可能短线转强的 是 或者是他还在 创新高的股票 好 再来 产业前景 杂音少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啦 比如说像网通跟工业电脑 缺料缓解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最近的营收跟获利 都是创近期的新高 甚至是历史新高 大部分的产业它是逆市的 去年它们涨不起来 营收也充不起来 现在换它们再充 对 最近可能涨多有点回档 搞不好就是一个低阶的机会 好 再来就是屏盖 那今年的话 苹果手机 应该还有只有9000万 9000万支的量 所以苹果可以特别留意 再来车用 再来再生晶元 这些题材喔 基本上就是 杂音比较少 是 等于是我们在产业上 选到杂音少 营收也会往上的 你就不用怕那种惊吓 对 按照现行做是没有错 可是如果突然 8月营收很烂呢 第三季季报很烂呢 你内心还是会怕呀 对 还是要选一些产业前景好 然后技术面转强 真的又有投信在买的 对 这个面面俱到 选起来就会比较好 那我把它塞这个数据出来 大概有这些股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像是最近买很多像华欣嘛 好那再来南电 南电最近也转强了 大家对ABF 其实蛮悲观的 但是 南电最近真的有转强喔 其实我一直觉得南电到现在 它的体质改变不大 端看投信要买还是要卖 对 它这财报相当好啊 四律四身啊 而且欣欣说 上次法硕说不要太积极 把它打下来 但是南电的法说 它就说哇这个 前景还是非常好啊 财报还是非常好啊 下半年还是非常好 所以股价真的也涨上来 那为什么涨上来 我觉得真的是被投信买起来的啊 你看他买了 前七月营收 这个正成长嘛 然后他买了5400多张 好再来看今天最强的就是元泰 他不是说投信 今天才去追 他之前就买很多了 其实元泰一直都是投信蛮喜欢 但今天也顺便再请教一下市郡 像这样创新高的股票 因为刚刚老王有讲 创新高反而不要怕 你也这么认为吗 对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今天是从平盘 它其实不是开很高 它是开一个平高盘 然后直接往上拉涨平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 嘎空的题材 创新高很多人去空喔 对很空 大家都有去空啊 你看这个 第一个我们先看投信啊 投信是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当然题材大家都知道 法说好大家也猜得出来 其实现在很多法说会 都开得像法会 就一直讲说下半年不好啊 第三季也很差 但是元泰它是相当看好下半年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股价已经创新高了 等于说是创新高基本上就多头啊 你看最主要是这个卷支比啊 一路攀升 56% 你看一路攀升喔 一路攀升喔 那投信持股比例5.4% 并不是说非常高 对 重新再把它买回来而已 就是我帮大家挑的 大概是投信持股比例 不要超过15% 或是超过13% 那个就太多 可能会被倒出来 那如果说5% 6% 10%以下 投信可能持续买 如果搭配卷支比高的 现在很多卷支比高的股票 都在涨欸 比如说像刚刚老王讲的 那个 天狱 天狱 他的券都被借到没了 对 像敦泰 这些股票其实都卷支比很高 像今天像金鸿也被带起来了 他卷支比也有 差不多 应该有50%左右 我记得是50%左右 因为金鸿是元泰关系企业 对 没错 所以那这种股票的话 当然你创新高 今天来讲的话 你说马上去追也不好啦 就是等他回撤到五日线 再去布局也比较好 因为今天 可能会有一些 短线的券商 就是那种隔日冲券商 隔日冲可能进来 对 那我等一下会举一档 就是有点像隔日冲的 有点像 就是说今天可能隔日冲进来 那明天开高拉回之后呢 之后回撤五日线 你再做布局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档 第二档就是 森阳半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跟再生金源有关 那现在的台积线已经3奈米要四产了嘛 对 那对于这些 再生金源 投产量 未来的趋势 都是往上的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森阳半 好 那它的位积你说高吗 其实也还好 因为它跟半年前的 高点位置其实差不多 这一波整个台股往下沙 它并没有跌 那我们要看的是 7月营收是历史新高嘛 好 再来看投信持股比目前12% 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还有机会再往上 卷支比是多少 39% 好 其实中砂 跟森阳半的卷支比 刚好都是大概39%左右 你看这个卷喔 一路往上 也是一路攀升 已经有点高了 一路攀升也是有点高 外资卖 但卖不下了 你看这个就是隔日冲嘛 它是不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大涨嘛 对 那外资大买 哇 隔日冲很爱它 一天买一天卖齁 持续了一段时间 投信没有买 那我去看一下 买的卷商大概就是凯基台北啊 摩分大通这种隔日冲 所以隔天就马上 开低走低 它没有开高都没有 开低走低 结果反而是一个买点 因为它把它倒出来之后 今天又往上拉了 又收一根红K 应该是收盘价 創了一个近期新高 那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你看这个卷支比 如果持续往上攀升 投信还持续买的话 我觉得到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这位积还不算太高 是 那最后一档我们看一下 网通主的 好 那档是6285的奇迹 好 6285奇迹 那你看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看 这个卷支比 我帮大家挑的都是卷支比高的啦 是 56% 卷支比56%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投信 外资也有买 投信也有买 投信持股比例 3.1还蛮低的 好 那 最近有一些网通股 因为涨多了都回檔 因为可能 资金跑到一些跌升反弹的股票 但是网通股的话 你看一下奇迹它并没有 做一个大幅的回檔 它顶多大概就回到五日线附近 好 那如果说当然是能回到 月线附近是最好的买点 但是如果说回不到的话 我还是觉得可以沿着五日线 去往上去做操作 那这些股票 第一个 投信买很多 第二个卷支比很高 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 好 所以世俊分享给大家的是 反而是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四川跟重庆的限电 对台商的影响也许不那么大 但要留意了 现在不是基本面当道的时代 刚刚世俊分享很多 都是筹码站 怎么站法呢 投信有没有帮你加持 是不是真心在买 散户也帮了忙 散户买那么多ETF 投信也只好继续买 这是其一 其二是其实台股接近万五的时候 全市场的空单是持续暴增 看不顺眼的人太多了 所以这段期间 嘎空行情是持续的 很多劝都被借光光的 现在在嘎散户 我们也要特别留意 借力 使力 筹码站 往上走 我们都不要预设立场喔 好今天非常谢谢久违的王董 和我们的世俊来到现场 王董提醒大家 在反弹的过程中 我们真的不用预设高点 尤其是接下来 8月份的CPI应该会下滑 9月份连准会升息 他是预测两码喔 所以中性偏多喔 我们就按照技术现行操作 因为现阶段你看基本面 很多东西会失真喔 那世俊也告诉大家了 这一次重庆限电跟去年的能耗双控是不一样的状况 台商受伤并不升之外 也教大家如何知道投信真心在买的是谁 要跟到真心的喔 这样做场线才会有保障喔 那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囉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喔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喔 在这个里面呢 赵华每天喔 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 跟投资的心法喔 很多人在问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Google上面喔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喔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 赶快来听喔